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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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比赛还有一天 来自中国的五支球队陆续从全国各地赶来 这五支球队是今年卡尔美星要五周杯国内分战赛的冠军队伍 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该年龄段的最高水平 无论队员还是教练员们 眼里满怀着的是两天以后的憧憬 他们期望载着荣誉回到家乡 他们也希望将今天的这份笑容持续保留 本次卡尔美星要五周杯泰国站的比赛场地位于巴提亚的拉格比国际学院 这所私立学校包含了小学和中学 容纳了世界各地的孩子们 回到足球来说 更让我们引起关注的 是这里有十九块天然的足球场 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 但大家到达球场的第一反应却是一模一样 那就是冷 清晨的风可能跟孩子们同龄 一上来双方便扭打在了一起 随即大人们也加入了战斗 数百回合后双方和解了 赶来谈和的阳光发现自己迟到 为了表示歉意 他替裁判吹响了比赛的号角 比赛开始了 赶来 赶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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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分钟一场比赛 拼的就是进入状态的速度 跟陌生对手的适应能力 大连研制队在这次比赛中 展现了强大的自信 跟惊人的默契程度 很难想象这支球队 是一群来自五湖四海 不能每天在一起训练的足球少年 研制队发挥足够经验 特别是U8队 第一天小组赛 未尝一败 北京人和的教练 一直给队员强调 用脑踢球享受比赛 在比赛中 队员们也显得十分轻松写意 与世界各地的对手 也让他们非常兴奋 而饱满的精气神 跟创造性的传球配合 也让我们见识到了 这支净旅的独特魅力 另一支球队 重庆士康俱乐部 小组赛接连的赢球 也让我们看到了 全国冠军的实力 但在最后一场对战马来西亚球队的比赛中 率先丢球让他们陷入了被动 对手以老练的比赛技巧 让小队员们迷失了方向 最终以0比1 遗憾富于对手 不难看出重庆士康的整体水平要高于对方 可在率先丢球之后 没有及时重整旗鼓 导致被对手成功耗完时间 成功守住了比分 这次的实力 应该总结 第一天比赛结束 奖励孩子们的是透进大巴的夕阳 还有热腾腾的美味晚餐 经历了一天数场的比赛 孩子们也饿坏了 第二天进入到淘汰赛 比赛变得更加紧张刺激 重庆士康 淘汰赛将面对自己的老对手 马来西亚队 这让比赛更多了一些戏剧性 常规时间战成1比1平 但在最后的3v3中 士康小将求胜心切 被对手抓住了反击的机会 遗憾落败 颜值队分别夺得了U8组冠军 与U9组的亚军 颁奖时刻 Vivio Rocchio的队歌再次奏响 在无数的掌声中 加冕称王 为这次泰国之行 画上了圆满的巨号 北京人和未能笑到最后 失误的队员赛后 开始了加练 不甘心的负面情绪 他选择用汗水来取代泪水 发泄出来 失败并不是终点 少年足球的故事 才刚刚开始 中年足球的标筹 内部文字幕——中年足球的 中年足球的 中年足球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在绿音场上 每一次鞠躬 每一次鸡掌 每一次加油助威 变成了我们的语言 我们能够轻易读懂孩子们的加油呐喊 也能切身体会观赛家长的喜怒哀乐 这是足球潜移默化的力量 这也是足球赋予我们的最纯粹的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